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05年开始 你看每年春晚观众席都有他 因为穿的就是领结 吊带 白 爱穿白 每次都热力鼓掌 现在涉嫌强奸22岁女员工 当然还是涉嫌啊 如果最后证明没奸 咱还得平反啊 说是涉嫌强奸 还都来着大姨妈的女员工 连大姨妈一块儿强奸了 拍拍裸裸裸裸裸裸强奸 这事闹得很大啊 但是啊 咱们应该关心一下更值得忧心的事情 更值得忧心的是啊 富士康 九连跳 很恐怖的新闻 这所谓九连跳其实是今年 但是去年就已经开始跳了 对 是 是 是 这个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这个密度频繁 你看最近常有人拿这个说事 为什么拿刀砍孩子的啊 就是那么会那么密 对吧 那天咱们专门讲这个问题 你甚至都没有办法解释 你知道有一年呢 在华南师大和华南农大 我记不清了 广州一所大学 也是十天之内四个自杀的 最后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专家给逼出什么猜测 说有可能啊 是天气 那十天广州一直阴冷潮湿 阴冷潮湿 就是你不可解 你看富士康 说九连跳 你知道现在富士康这个管理层下的如临大敌啊 富士康的现在说每一个管理层都愿意把自己的照片拿出来套在假人上 让员工发泄 他们现在搞很多那个出气室 让员工打这么高层的那个照片 而且呢 甚至还悬赏 就是说 谁发现自己身边工友 有情绪问题 自杀倾向 只要报告了心理医师 或者报告了常理的领导 奖励二百块钱 就现在富士康这个气氛 对 你说好像连专家都解释不了啊 我看的情况刚相反 好像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啊 很多所谓专家就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很确定的理解 像很多人都从玄学的角度嘛 就是说富士康 五台山高松都去了啊 没有 从玄学的角度是说 富士康那个位置 那个风水问题 固然是很多人出来解释 还有说富士康那个工厂在那边成立了联份 跟他的企业主管 他的老板 这个深层霸气一配起来 这是杀气很大 说的杀有介事 有这样说法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道令我想起了 我觉得说不难理解吧 因为自杀是一个学习行为啊 学习行为 跟我们说什么那个密度很高 不可理解 可是你看所有的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 所有社会学的报告都是说 当一个地方有自杀以后 尤其是跳楼之后啊 通常在一个短期内 都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发生 为什么 因为人啊 其实都很聪明的 当你隐约有自杀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找寻地方 让你可以一定会死去的 不会跳下来不死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跳下来死 我们知道嘛 那地方跳下来逼死无疑 我就赶快去咯 就一个一个 从很实用的角度来看 那个好啊 前面的人都文套去跳了 证明死掉了 然后我就排队去跳 你说这个就让我想起啊 在上过咱们节目呢 北大一个心理学的博士 叫徐凯文的 他好像也 他就现在 富士康啊 请全国的心理学者到他们那去 他好像也去去干预 完了之后也是忧心如焚 说是啊 我通过我们北大的渠道 要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 也希望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啊 呃 来说说对这个事情 他的看法 我们给他做了个录音采访 跟你有相似之处 你来听一听 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 自杀材料的这样的状况 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有效的措施 去防止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扩大和蔓延 那在这个其中 新闻媒体会起到决定性的 或者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我觉得 新闻媒体不应该做这样几件事情 第一个 不应该描述自杀的细节 特别是这个自杀者是怎样自杀的 在什么地点自杀的 因为这会特别容易去引发模仿的行为 但是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人群 他有这种自杀的倾向 所以细节越多 他越可能去模仿 第二个是应该去避免美化自杀的行为 就是不要对这个自杀行为有过多的 这种正面的复义 否则的话就会让这个现实生活中有问题的 有困扰 有困难的人 他会学习用这种方式去解决 这实际上就是最糟糕的 最不成功的方式去解决他的问题 第三个是我会觉得不要对这个自杀的死因 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 做一个简单的归因 特别是不要去归因到一些 让人无法理解和解释的因素上来讲 不要让人有这种印象 是这个自杀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 自杀可能是最不应该的方式 或者说最后的一种选择 所以像说把人逼到绝路上 逼到死路上这种话少说 对 而且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佳辉 跟徐文凯博士在电话录音讲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人 你帮他打开一条通路之后 你会发现他就好像有条路可以走 自杀也是一样 包括我们前几天说那种砍人事件 就可能一个人他过去从来没想过 他应该自杀在某种情况下 或者应该拿刀去砍人 但是当这个事件出现了 传播了 他就开始发现这是条路 这是条可以选择的方式 就等于可能一个人从来一辈子 没想过去天上人间 没错 不然听人说到了 就我可以去天上人间 天上人说被查了 这条路就打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路要把它禁止掉 要把它关掉 就比如说像以前旧金山金门大桥 他这个自杀也是一个有名的自杀圣地 他那个自杀就是一有人自杀之后 就是开始接连不断的自杀传立起来 而且都去那自杀 对不对 而且你就刚才说这么密 确实实际是可以解释的 因为什么 这个全国的心理学家去了之后 就讲啊 你不要觉得富士康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在这个经济高速成长 就起飞期的时候 自杀率增加 这是普遍问题 比如说在日本 当年的这个经济起飞期 达到每10万个人25个人自杀 韩国是每10万个人26个人自杀 中国现在还算低呢 每10万个人平均14个人自杀 而你就算富士康的话 才按照他现在出事这个比率 每10万个人里边才两个 你知道这为什么他这么密 这就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我这一学习我才知道 你知道富士康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人多的企业 就像县镇一样 他在22个城市里有80多万人 光他的一个叫在深圳这边这个龙华的这个这个圆区啊 就聚集了三四十万的 对他像个小镇工人 等于十分之一的香港人口 都是富士康 说是什么嘛 每平方公里就得15万人 就是这么密集的 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社会 他不是一个人居的社会 他纯粹是一个工业的需要 聚集在这里 所以我看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在第八跳的之后啊 就派了一个人 这招还挺鬼的 潜入富士康 做了这么一个 潜伏报道 那么照他的记者用的词啊 说在这儿这个人呢 像原子一样活着 就是说这个宿舍里啊 人跟人之间 除了第一人称之外 他们习惯用粗话认识不认识 只有一个称呼 屌毛 你那个屌毛 那个屌毛自杀了 其中有一个自杀了之后啊 同宿舍的几个工友 还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们说啊 就是有有个工人跟记者讲 说你在这儿 看见的只是你自己的影子 你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穿着一样的工作服 做着一样的工作 大家没有什么交往 说是连同学会老乡会 都很都很少有 就是就是 就像一个 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种感觉 一种状态 可是话说回来 这个 我听起来这种情况 在中国应该也蛮普遍的嘛 可能规模没有到80万员工这样 可是到20万 30万 40万员工的大企业 应该也不小 我们严格来说 也很难从这个角度完全理解 为什么在同样的机构 然后在这么高频率的自杀 也很难去理解 因为同样情况没有再出现在其他地方嘛 所以理由一定是说 你刚刚说的那种生活状况 可能是一个心理压力 可是说到最后 我们还是不能理解说 除了用很简单一个概念 这是巧合嘛 那么短期内那么高密度 所以这个一定是不同的因素 所以说回来文道刚刚讲的说 要怎么量这种事情不要继续发生 除了把那个通路来 不要把它酸染传播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可能不好的方法 就是说告诉大家 要自杀去其他地方 不要去富士康 大家富士康自杀的人就小了嘛 我看把富士康卖了 把管道工人阶级分一分 这就好了 咱们去下广告吧 天将三日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假如我们现在说 都说富士康这事很悬 是因为我们把焦点 放在富士康身上 但假如我们关注的是 比如说浙江广东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业城镇 对不对 你看每一个这种工业城镇 我们拿40万人为单位来计算 算算看 比如说像东莞 他每40万人里面 有多少工人自杀 你懂我这么去算的话 我觉得就能够比较出 富士康这个问题 到底是普遍现象 还是只是一个个案 肯定不是 因为他们刚才我去讲这个数字 他们低于全国平均的自杀 所以我就说 这问题不在富士康 我跟富士康 郭台铭无亲无故 不必帮他打谎 但你这么想 我们科学一点去看 假如说富士康是因为这个工厂很大 然后里面的人关系很疏离 其实就我所知 全国到处都有很多工厂 工人们关系也都很疏离 那整个镇也几乎全部都是工人 对不对 那你如果这么去看 你就要把他们也用40万为单位来计算这个自杀比率 这么比较 这个数字就有应该 你这个我引用一句评论的话 就是说明你这个 就说这不是富士康的问题 这是一代中国工人的命运吗 对就说这个 你看他们研究一下 说以为外界骂说什么富士康血汗工厂 我过去想象的是一个烂七八糟的地方 其实不是啊 他据说他的管理是从日本那来的 相反我觉得富士康 我觉得富士康 就有点缺点小富士什么的 好像富士山 对 我觉得这个富士康啊 他反倒是你应该研究一个机器与人的关系 说他这里的管理啊 简直可以说是精确 规范 你比如说我就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假如说咱不可以 他完全是流水线上的 五个焊接点 五个焊接点 精确到秒 十三秒完成 甚至定出什么 四秒钟 第一个焊接点四秒钟 第二个三秒钟 两秒钟 两秒钟 各负其责 那个细密啊 你比如说有什么县长 还有什么拳技工 下面有几个普工 日本式的 那名字都像日本名字 而且就是说完全一丝不苟 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们说有一种工人吧 他是按照机器不带停的 机器不停 人倒两班 对 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包括什么呢 八小时工作 还是一个小时吃饭的 就什么睡觉什么的 反正那工人就说啊 站的受不了 站那八个小时 有个工人说啊 恨不能就希望有东西掉地下 有东西掉地下 他能捡一下 捡一下 他都算变个姿势 就能够这样就是实际上你想到没有 让我觉得为什么像咱们做电视的 包括你们文化人也容易发疯啊 就其实他有的时候啊 太精密了 跟这个东西 你记不记得他们现在都举例子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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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泰明是不是看卓贝林看多了 你记得卓贝林那个摩登时代 摩登时代等等等等 后来那个看那个老女人衣服上的扣子也 这个其实这是就是当年的日本生产方法 日本那时候也死很多自杀的工人 是吧 我们今天说丰田不是要垮吗 但其实当年丰田打造那个日本第一的那种技术神话 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它的工业技术是非常非常精确 就是靠着整个流水线的管理 做的比美国好太多了 就身材出好品质 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率嘛 可是说回来说 富士康的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再仔细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都同意 中国像这样的生产方法 还有工厂很多嘛 我们要很难说 因为他这样 所以就变成这么多人自杀 很难马上下这个定论 我们要看什么呢 当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之后 这个工厂床在管理上面怎么样来 产生变化 对 怎么来回应 可能在其他工厂有发生这种事情之后 马上有人出来安抚其他员工 可能而且会给其他一些掌励 让大家放心了 而且大家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 没有效的 我可能看富士康 我说可能而已 可能发生了一次两次之后 他没有妥善的回应 甚至不排除这个可能 有人出来说 你看他们真笨 这样跳楼等等等等 让那些员工会觉得说 我就用这种方法 智慧的方法 来对你来报仇 可能有那种报复的心理 我们又只是看一个机构 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危机 这是一种管理学的问题 我们应该慢慢去看 你说这个管理学 我觉得甚至是人类学的问题 就是说这玩意儿 日本的这种大机器工业方法 你看过去我记得 马克思就有一个哲学上的概念 叫人的异化 其实咱说周边林那个电影 你发现没有 那是西方上一个年代 他们搞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 大工业流水线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电影 为什么拍这个动作呢 他就表现这个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就是其实看来他们就讲啊 人的这个完整性 看来人是 我现在倒注意到西方有些公司 你还别说富士康 就是给苹果生产什么配件的 苹果公司那边好像都挺提倡那种 轻松愉快 把人当人 别把人这个弄得好像很刻板 苹果不一样 苹果是上流产业 他那个搞创意的那些 对不对 跟Google一样 但是这是下游产业啊 你还别说 你说这苹果有有有件事啊 我觉得还可以给人家做做这个广告 说什么呢 苹果公司啊 发出声明在香港的发言人 苹果公司 因为这是他们生产线上的嘛 他说我们为失去一位年轻员工的悲剧 深感震惊 我们在等待关于他死亡的调查结果 我们要求我们的供应商有尊严的尊敬的对待所有的员工 然后说2006年 苹果对富士康员工居住环境恶劣等问题表达了不满 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 苹果指出2008年生产的iPhone和那个iPad的83家中国代工厂 83家中国代工厂 有45家没有支付员工加班费 23家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目前苹果已要求中国代工厂调整措施确保员工正当收入 你看苹果还主持正义呢 因为苹果被人骂 就iPhone出来之后很多的国际上的那种常年杯葛这些大企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跨国组织啊什么 就老说iPhone是个血汗工厂的产品 就要杯葛苹果 那么美国或者西方很多大企业都常常受到这样的压力 所以这可以有这样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现在要解释这样的事件啊 大概还离不开两个大师留下来的范式 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马克思 马克思在他年轻的时候一份很有名的手稿就提出异化的观念的时候 他用的一个例子恰恰就是说 在现代的工业生产体制底下每一个人不再被当成是人 而是被当成一连串的手的一个统计的集合 就是说生产线上面的人不是以人为来对待的 当成一个单位 而且一双手一双手来计算 那么这个叫异化 那么但光是异化还不必然要自杀 那么要自杀的话恐怕还要从我们仍然离不开土耳干的影响 比如说他讲自杀是由于某种的anomy叫什么疏离 迷乱 你失去了 你基本上跟身边的人完全没关系 像我们刚才讲原子化 但是我觉得你要讲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人 中国的工人自杀的这个情况 当然也不能说不严重了 但是问题是他们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人跟人密集往来 虽然说是陌生人 但是起码是熟悉的陌生人 我觉得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 很多学在研究中国农村自杀问题 哎呦 中国农村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有机的社会 对不对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社会 很多农村里面的人都走光了 剩下比如说一些妇孺 在家里的看孩子看地啊 然后遭到很多压力 他那个社会是个逐渐的人被剥离掉的一个社会 那边自杀更厉害 这个1.5亿 1.5亿农民工里头啊 大部分已经不能叫农民工了 因为都是80后90后 他们没干过农活啊 跟就是就叫被土地跟土地剥离了 所以他那个那个许博士还说嘛 说同是80后90后 一个他们的北大嘛 北大的和这个工厂里的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农民工啊 他那个村啊 跟他没关系 可是这个城市难道就跟他有关系吗 也是没关系 你知道这个人最怕的叫失所呀 你比如你有个家 你的家在哪儿 家是你放松的地方 哪怕你工作再紧张 但是你说他们的家 村他还瞧不上呢 他也不可能回去 对吗 城里他也不会有家园的感觉 那么在现实里他就没 他住在他工厂宿舍里 每天这种三点一线的这种生活 你说他咱就讲一个文词 人不都得有精神家园吗 嗯 他那个精神上 他的家他把自己定位在哪呢 可是也要看你跟家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社会学很多研究都说哈 别说城市的自杀率高啊 其实很多农村的自杀率更高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没有家 是因为这个家太紧密了 对 整个卸群把人绑得洗死 你整天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比如说生活规律是千篇一律 变成说一点点的变动 都有迷乱的情况 这城市的自杀率 还有一些社会 一些国家 像瑞士 自杀率很高的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题目 我在报偶社的时候 叫记者去做了一个题目是什么 那边的自杀情况 访问很多自杀的家属 死去的人的家属都说 为什么自杀那个人 是因为整个生活太平淡了 完全生活你看不到任何的起伏 整个高度的社会福利 还有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你也不用担心住房子的问题等等 没有戏剧 对 整个生命到最后 因为一点一点小事情 算了 死掉算了 生无可裂 那中国农村正相反 天翻地覆 他们说那大兴灭门惨案的那个 记者去调查